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是今天下午5点钟 大家好 我是若宇 欢迎您加入我们中天新闻 赶快来看一下 东京奥运体操团的部分 团员已经教练在下午已经返回台湾了 其中亚洲猫王 不过现在已经被叫做世界猫王了 唐嘉宏在体操全能赛当中 拿下第七名的很成绩 为中华队写下新历史 再把时间内容交给佩宇了 是有主播和观众 台湾体操好手亚洲猫王唐嘉宏 在东澳体操全能决赛中拿下第七名 如今风光返台 我们来听一下最新访问 因为毕竟奥运的舞台第一次踏上 就感觉资格赛的时候 真的比较稍微比较紧张一点 最后一次全能决赛的 这个舞台上面就是 非常的享受 那我也就是展演了 就是非常好的成套给世界看 台湾也有这样的全能选手 唐嘉宏28日在东京提操全能决赛中 单杠拿下次高分14.766 全能84.798排名第七 为台湾在奥运提操男子全能项目上 拿下了最佳成绩 整份国人 而他也表示回国后会继续增进自己 努力练习安马和双杠等弱项 期待下次国际赛会有更好表现 以上最新主播 在一个多小时前 我们大家都好紧张喔 我们全台湾的人民 大家都是随着这个林云如小林同学的 赢球输球心情上上下下的 19岁的桌球小将 跟着是天才型的桌球选手了林云如 那么在今天下午出现中国大陆的 世界球王樊振东 双方真的是紧咬耶 真的小林同学真的也不是使用的灯喔 他就像紧咬对方 直到第七局林云如才复敌挫败 那么就无缘晋级金牌战了 不过其实表现很出色 人岸的网友其实都是看在眼里的 我相信喔 台湾民众虽然 我们看到了这样小林同学虽然失分了 不过其实我们还是觉得 他真的已经表现非常棒了 他已经尽力了 虽然后来失分 那我们大家呢 就是还是帮他掌声鼓励鼓励 不过还是要说 其实看了也是很心疼啦 林云如的老家宜兰元山的乡亲呢 也是架起了电视墙在观看比赛 而在过程中呢 就连县长林死鳥都醒驾 来帮林云如加油 更多的精彩内容 我们就要请任涛来告诉大家了 任涛来了 是的 哇真的刚刚大家看到那场比赛没有 真的是太精彩太刺激了 那19岁的桌球小将 不好意思在这次开始之前 我们要先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这个赞助 也就是快感谢爱迪达为我们提供这个服装的赞助 那就是在19岁的桌球小将啊 真的是太精彩 他这一次陈末杀手林云如是在南丹四强赛当中 就遇到了真的是大魔王耶 樊振东 听过这个名字吗 世界球王目前排名第一耶 那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我们在赛前都预测说 这个真的是看起来好比是金牌战一样的刺激啊 这场比赛他一开始就和樊振东厮杀 缠斗到最后的第七局 能够把世界球王逼到第七局 我相信就算是樊振东打到第七局的时候 他一定也是全身冒汗 真的是太惊人了 这场成绩他才19岁 那在最后的最后 他才以三球之差可惜惜败 那林云如在开局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强势啊 他仅仅是用了七分钟 第一局他就以11比6成功拿下第一局 在当时似乎樊振东是难以适应这样的一个快节奏 但很快世界球王就找回了节奏 找回了这样一个TEMPO 那在第二局的时候呢 双方其实可以说是势均力敌的 但樊振东不愧是世界球王 他在第二局开始尝试的顶住了林云如给他的一个压力 以11比9 他们成功的拿下了第二局的部分 所以当时双方是战成了1比1 那在第三局的时候呢 林云如是在面对一个已经找回状态的世界球王 他依然是毫不畏惧 虽然比分呢 是一度的是被拉到了7比4啊 但是林云如还是很顽强的 将比分一路紧咬到了10比9 但很可惜 在那之后呢 他出现了两次很遗憾的回击失误 所以第三局最终还是14比12被樊振东给拿下了 那在第四局的部分 林云如呢 是先出打出了一波4比1 他那时候暂时领先 但是樊振东很快又进行了反超 真的是非常的惊讶 将比分赶超成了8比5 这种关键时候 就是看双方谁的这个心态可以最终稳住 年轻的林云如 虽然他很年轻喔 但是他不甘示弱的 连下了4分来进行回击 在这一局 双方就进入了一个10比10的平手 而林云如也成功的把握机会 连续拿了2分 将这一局的胜利 从樊振东的手中硬是活生生的夺走 双方的比分也就来到了 过了第四局就来到了2比2 第五局的部分 樊振东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选手 真的不愧为世界球王 当时一开始是战成了6比6的一个焦灼状态 他在这种状态下 连续拿了两局先打破僵局 这个时候可以说 主动权都掌握在樊振东的手上 林云如看上去是有点焦急 几次又出现了回击失误 让樊振东以11比8拿下 3比2成功听牌 在这样一个看似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 第六局真的注定会成为以后球迷津津乐道的一局 在一开始 林云如就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 比分就来到了绝望的9比5 这场比赛在当时似乎看似要即将结束 但沉默杀手找准了机会 发动了一波 连拿6分的攻势 成功上演了奇迹般的逆转 11比9拿下了第六局 双方正式赞成了3比3 林云在这个最绝望最绝望的时候 将世界球王竟然逼入了第七局 到最后一局 开局的时候 林云如是被打出了一波8比4的攻势 但是很可惜 这一次林云如并没有重新上演 第四局和第六局的今天逆转 最终还是遗憾由樊振东以11比8拿下 虽然他不敌了世界球王 没有办法晋级金牌战 但是没有关系 明天他还有机会 为中华队夺下铜牌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看完之后 我说实话 人云看完这场比赛 手心都在冒汗 真的是太精彩了 那我们也希望 他未来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能够成功的把铜牌给带回来 那他这边有夺到铜牌 那我们也说即将夺到铜牌 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那在桌球混双的好搭档 正一进的部分 他是破了中华队 睽違21年以来的新纪录 但女子单打却很遗憾 直步了32枪 经过了一整晚的沉淀 正一进就很感性地在脸书上po文说 他很想念已经过世的阿公 他就描述说 小时候阿公是最疼他的 骑车接送 练球 还为了怕他摔下车 用一根绳子来绑住他 句句都表露出 对阿公的这样的一个思念 回收黄金组合为台湾奪下 21年来第一面奥运铜牌 正一进女子单打32场止步 沉淀过后 她在脸书写下这篇文章 上期小时候到球馆训练完 回家途中不小心睡着 阿公很疼我就拿绳子 把我跟他绑在一起 就是怕小小的正一进会 不小心掉下车 还附上粉丝画的图 字字句句都是对阿公的思念 基本上在了十多年 每天每天的来回 也都不间断也没有停过 然后呢 阿公回来都会去抱了阿公 也不会抱我 曾经比赛时阿公都会躲在墙角 偷偷看他比赛 帮他加油 在正一进心目中 阿公就是超人 不只超爱阿公阿嬤 最爱的还有这个卡通 开箱桌球一检房间 里面满满哆啦A夢 墙上挂着大大小小比赛 铸铛铛外表下同心未明 他的球包一定会有多拉一边 人的挂钓丝 我问我睡觉有那个吗 我说你的眼睛都熬了 都没睡觉 说有啦 都哪在住这边喝了 回家 我店铁铛铛铛要把人家喝了 讲到乖孙女阿嬤满脸都是 少虽然阿公已经去世 正一进说阿公在天上也一样 会继续牵着他 也决定回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用力抱抱阿嬤 接下来到马家瑜台南报道 那王子维已经最新战况 已经出来了 王子维16强的比赛 面对丹麦球王安赛龙 一开局的时候丹麦球王安赛龙 就以21比16快速的取得了胜利 那第二局安赛龙也依旧取得了领先 不过王子维还是急起直追 后半段还是组织了一波反击 让比分来到了13比19 不过最后即使王子维是为了救球 还滑倒 还是没有办法跨越这一堵很高很高的高强 最后还是以14比21被直落二 很可惜地输掉了比赛 那中华队羽球的黄金男双林洋佩 也就是王麒麟和李洋 今天东京奥运男双的八强赛 是以21比16 21比19 力退了世界排名第四的地主组合 远藤大游和渡边勇大 成功闯进了四强 那明天下午4点半将和这个女单的 世界球后戴智颖接棒 抢这个晋级的资格 那李洋佩和印尼传奇组合 已经交手过十次 李洋佩虽然是以四胜六败稍微略居下风 不过在年初的两度都是在泰国战碰头 都是由林洋佩拿下胜利 那王晴霖形容说这个对手是大赛的魔王 李洋则是以神来形容印尼组合 那中华队的战术是从防守开始做起 尽量去调动对方 打乱对方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那世界球后戴智颖呢 昨天是对上了法国选手齐雪飞 那他仅仅用了25分钟就轻取对方 小组在三场都全胜 以小组第一的姿态出现晋级了八强 那小戴的下一站的一个选手呢 也在今天稍早的时候进行了输入公布 是来自泰国的 这真是老对手伊瑟农 两人预计就会在明天的下午正式的进行交锋 双方也曾经多次在国际赛场上碰头 可以说真的是戴智颖的一个劲敌 那戴智颖也曾经在国际的赛事舞台 和排名世界第六的伊瑟农交锁过足足29次 目前是以15勝14敗来说 稍稍略为战上风 那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当中 也只有这个老对手伊瑟农曾经让戴智颖百多甚少 也被视为说这是戴智颖的一个头号禁敌 那虽然说近次两人的六字交锁当中 小戴虽然是五胜一败来领先对方 但是还真的是不可以大意 好的确比赛真的好精彩 更多精彩内容 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中天新闻 那么接下来是台湾设计的好手田雅婷 他带着伤三度拼奥运 但是在女单64强以4比6落败 就无缘晋级了 他自己已经很自责了 没有想到还被网友出征 酸他说你该退休啦 甚至还有人酸言酸语 讲他很烂很糟等等的 这些话其实都让他看在眼里心很痛 他决定要回呛网友了 因为他就说如果你们真的很厉害的话 那么就站出来示范 如果你们真的很厉害的话 请你们代表国家去拿奥运的门票 经过一天心情平复之后 他在脸书上就发了一篇长篇的文章 他就提到了当初因为启蒙教练 以及妈妈的两句话 让他坚持了这16年的射箭人生 尽管遍体鳞伤身心灵都受创 但是他还是想要在射箭这个运动上目呢 来做努力 所以他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去实践 自己想要的梦想 自己争取自己想要的 所以他就希望透过他的文字 可以推倒酸民的攻击 我们继续来看到是台湾的神枪手杨坤壁 冬奥射击男子不定向非法资格赛的前三轮 总成绩是72分而今天他再度上阵 第四轮打出了满把好成绩 那么他一家人也是紧盯着奥运的官网 一直在刷新成绩 无奈第五轮第四盘漏了一把累积24分 总成绩121分 一分之差无缘晋级 我们继续来看看 一家人和朋友聚集在一起 为冬奥射击队选手杨坤壁加油打气 有稳住 还有一排对不对 还有一排 全身的希望 不定向非法一共比两天 五轮羊坤壁第四轮满把 进入准决赛的几率又提高 家人每一秒都在刷新成绩页面 昨天比方有小聊一下 让他好好休息 他会自己去做调整 因为这个非法的变速实在太多了 所以只要有一两颗的船只 就有可能往前击或往后击 涉及项目一两分都是成败关键 不到最后一刻不见真章 妈妈说平常心看待 平常练习当比赛 比赛就当练习打 有一个二十岁的再来就是他 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有知心比较重要 就是很看淡的话 我觉得比较没有压力 楊坤壁2018年押运时破世界记录 总决赛夺下鹰牌 2019年世大运又逆转栽金 杨坤壁又被称为强心脏大赛型选手 疫情轿距时隔五年再战 东京奥运叙事待发 记者陈盛伟 杨敬谢云真彰化采访不到 紧接着我们来聚焦的是 日本女子体操队 昨天在东京奥运的女子团体 全能竞技体操挑战失利 只拿到第五名 无法夺牌 尽管如此 日本网友说 好啦我们不忍心苛责这一支队伍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21岁的山元爱子 很多网友都说看到她就恋爱了 醉翁之意不在体操 在于她的傲人身材 甚至还有日本网友说 山元这样的身材 可以练好体操真的很厉害 她的平衡感真的是很猛 不过还是有网友 关注她的好表现 认为她这一次没有办法夺牌 不过都还在水准之上 而跟山元同校的平野美优花 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 山元平时是很开朗很搞笑 那么她能够被选为日本代表参赛 我们对她也都是非常接近